台湾贯团 反垄断法一定要来过关 但是这个反媒体垄断法 在立法院临时会要闯关的这个时刻 我们继续要带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关注的就是 这个法的争议性这么样的一个高 我们就来看到说 它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 最重要的一个癥结点是在哪呢 太多太多的传播新闻 其实还有包括其他领域的学者 在这段时间都发生 认为说在台湾其实根本没有媒体 能够垄断言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需要来制定 这样的一个法令呢 特别是在21世纪 现在是一个所谓的网络世代 网络的无远佛界的特性带动之下 其实全世界的资讯呢 在那弹指之间就已经流通出去了 所以对各个国家来讲 到底媒体是不是真的能够垄断资讯 这答案都是否定的 只是不懂为什么我们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依旧呢是为我们国家来制定 这么一个反媒体垄断法 所以呢这个法现在在立法院 进行审议的过程当中 就引发了它是在为特定人事护航 它是个不公平也不公正的立法了 面对这么多的一个批评跟责难 但是政府借回立法到底是不是来真的 要真正达到公平 而且公开 而且不是为特定人事的公正立法 那么这个法的内容 又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那么台湾的媒体 到底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也来看待我们的政府的黑管制 黑手又要伸出来了吗 我们要强调的是呢 台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新闻 自由是不容被伤害的 也因此呢 今天的温门忠实媒体集团 提出了我们的呼吁 在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看 先验大红 醒目自体 斗大标题抛出三大疑问 反媒体垄断立法 究竟是玩假的 玩真的 还是为特定人事无好 目前的反媒体垄断立法的版本 是玩假的 建设说未来的不可以 有垄断现象 那以前的可以 以前已经垄断了可以存在 所以这一点涉嫌在保护 既定的特殊的利益 非常不妥 反媒体垄断法 号称追求公平正义 保障阅听大众值得权利 但立法意涵却漏洞百出 往往忠实媒体集团急声呼吁 法律不该为特定人事护航 不能读候大型媒经集团 如自由时报 零中三家族 和富邦集团 蔡民中家族 建议政府要立法就要玩真的 媒经分离 共同入法 并速集既网 将电信 网络业者一并纳入规范 若请针对望中并购中家 投资依传媒特定立法 反媒体垄断法 就只是玩假的 网络资讯日新月异 讯息传递何其容易 垄断几乎等于是对 媒体经营者的愈加之罪 往往忠实媒体集团 欲请朝野立委 社会各界一起监督立法 公平 公正性 不能让反媒体垄断法 立愿初审版本 沦为图立特定财团 浪费国家资源 甚至让NCC扩权的假议题 形同出版法复辟 否则言论自由 找到限缩 将使中华民国的新闻自由 倒退路 走向回头路 中新闻综合报道 没有错 就由我们这次新闻报道中 所强调的是 台湾的新闻自由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就完全不容任何的人来伤害它 但是政府现在带头制定的 这个反媒体垄断法 到底做的是为台湾新闻自由 跟媒体发展是好的一个立法 还是只是把大家扯得 更往后退去走 现场思维的来宾 先为你来介绍 今天带观众朋友 持续来关注的是 政府在整个施政过程当中 到底应该如何带领台湾进步 不管大家非常关心的经济问题也好 其实在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这一块呢 身为媒体人的我们也不能不关注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做面对 我们今天会好好的为大家来做探讨 现场来宾 首先介绍我右手边的第一位 环球科技大学副教授欧崇敬老师 大家好 现场请到的资深评论员是唐湘龙 在我左手边第一位请到是 文化大学广告系副教授纽泽勋老师 同志各位大家好 现场另外一位评论员是程金兰 大家好 好我们再来看到是 关于今天在中国时报呢 直接用头版这样的一个反面 一个整版的反面来做一个 关于反垄断法的立法的一个态度的 一个说明跟宣示 我们要强调是这个立法到底是 为特地人士护航 它是来真的还是玩假的 内容包括了到底呢 为什么有些特地的媒金团体呢 包括自由时报 包括富邦银行 他们的有媒有金 但是在这次立法当中 却不一定能够被完全的给规范到里头 这是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媒体经营者 以及媒体人在这里 应该展现对于国家要来管制 要来管理新闻自由时刻 应该有的态度 但是呢 其他的媒体是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呢 我们透过我们的触控画面 带大家来看 我们立刻发现到的是呢 同样也是新闻媒体的自由时报 立刻借由是自由电子报呢 来在这里做了 针对这篇的一个广告版面的宣示 来做了相当多的一个批评 而且引用的是呢 根本是不具名的网友们的说法 通篇的报道里头 做了这样的一个陈述 所以台湾的媒体环境到底够不够健康 新闻又到底是不是够自由 面对呢 国家现在要用国家机器立了一个法 来反媒体的一个垄断 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 所有的新闻媒体经营者 你又应该用什么样健康的态度来做面对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两造之间落差就这么样的大 所以首先先请教欧崇敬欧老师 所以媒体自己怎么看待 政府要来管理这个时刻 你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 新闻自由大家争取了好久好久 才有台湾这样子一个水准 但现在呢 我们仍然看到是 不同媒体有不同的态度 但政府为什么在这个时刻 又因为一个反媒体垄断 这么一个假议题 它需要用立法的方式 继续来做新闻方面的管制 OK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五大这个 新闻相关的协会的这个领导人站出来了 但是他为什么站出来 他们基本上不太是这个影响媒体的 而且平衡媒体居多 包括那个程小姐 曾董事长也是其中之一 那他站出来的原因是说 这根本就是因为出版法的这个复辟 那何以会是这样呢 因为这个法一旦下去了以后呢 本来不会被打中了 全部都被打中了 为了他假装要公平正义 他本来其实只要对 针对少数的影像媒体 说白的 少数的影像媒体就是中天中世 为主流 他其他根本不是他主要的对象 可是呢 这里面呢 就有非常多的标准问题 这标准东西一旦放下去以后 就会发现说 非常这里不对 那个不对 那如果影像媒体要这样做的话 那品面也没要不要这样做 那是试战率还是阅听率 这里面所有的标准 全部都拿在一笔队 一笔队他就知道做 非常多的假动作 可是这些假动作 必须要真做 一真做下去的时候 就会打中非常多 不该打中的 那现在会打中什么呢 情况已经够严重了 比如说出书 即便是在金正常成品 排名前十名的书 都可能只有一千册 那你打中它的时候呢 它的情况会更惨 好 杂志也是这样 文学杂志 美清明说有三十多种 文学杂志 你知道三十多种 文学杂志 总发行量才多少 不到一万册 好 如果这样一打下去 那还了得呢 好 所以他现在变成是说 他为了要反万中 反垄断和反中 三个合一的时候 把大家一起拖下水 可是呢 他又要保护他少数特定 他想保护的 比如说 你双帮为什么不减好 联邦副帮为什么不减好 尤其是富邦 他根本就是 哎 里面还出来帮他解释说 他是三十三点 三十三点二 差零点一 所以没有到三分之一 这如果是旺中市 已经三十三点二的话 还了得吗 所以表示说 这里面确实有大消炎 而且特别后代旺中集团 对不对 对这个用心所在 欧老师您认为的特别大消炎 是指我们的政府吗 NCC他这个招数实在是很难 令人想象匪夷所思就是 这个匪夷所思就是说 他为了要度悠悠之口 就引来更多的争议 很为悠悠之口就是说 所谓公平正义 于是公平正义 他就到梓梅去了 到梓梅去了 他现在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把它处理好 你知道原因吗 因为他有某些人 他想要特定保护 比如某帮他要保护 另一个帮他也要保护 好 那怎么办呢 他就把这个呢 战线继续拉大 继续拉大结果呢 就打到更多冤枉的人 更多不该打的人 好 那你如果我们就事而论 你说我们到了阅厅有多少 结果你说 加起来 in total可能只有50万户 50万户算什么东西啊 算是能够垄分 你在全世界这个媒体的 这个产业里面 它算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那全台有多少人 在这个阅厅呢 我看 一个台湾大哥大 就超过500万户 你肯定要注意一点 一个中华电信 你肯定要注意一点 这才是真的 好 所以这部的反垄断 反媒体垄断法里头 包含的一个面向 跟实质要来 这个所谓的管制的内容 的一个单位 或是这个领域 到底是完全的一个 合情又合理 我们讲到 刚才欧老师点到了 所谓的双帮 联邦以及富邦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 到底这部的法律 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如欧老师所讲 在这里 反而是特定的人士 特定的 这个媒体 反而遭到了放水 这样子的一个后代 我们来看到 什么叫做媒金分离 或许观众朋友 对你们来讲 听到这个名词 最新的时候 应该在今年的 大概三四月 为什么呢 听到了就是 关于这个估重量 这位前中信进控的 副董事长 估重量 他要来买一传媒 但是呢 用的是金控法的 第十六条大股东 适格性 在这里呢 尽管会认为 他不适格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 第十六条大股东 适格性的规定之下 他尽管会认为说 估重量买一传媒 估联松买 等于是他的爸爸买 所以两个人 既然是所谓的 父子关系的话呢 就是尊为 所谓的重要关系人 完全符合 这个大股东 资格认定上头的问题 于是当下 就给了这么样一个命令 好 这个估重量 你怎么样呢 不能控制跟经营 主导媒体 于是这时候该怎么办 好 最后呢 只好找别人了 赶尽把自己的股份 给稀释下去 最后的处理方法是呢 估重量原本是 在34%的持股 但今晚会要求 他来降低持股 不能够超过20% 于是呢 哇 这个降低下来的持股 就请谁 请到龙岩集团董事长 李世聪来吃下去 最后吃下了 股重量14%的一个股权 让股重量维持在 20%这样子的一个 要求的一个数字 但最后呢 整个案子最后是破局 好 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 既然煤金分离 因为股重量 要买一传媒而出现 那么已经存在的煤金 是两期的这两个单位 为什么在这 不需要受到管制 一个就是蔡明忠 富邦集团蔡明忠 蔡明忠在这里 他们家有这个 媒体的部分 有摩摩台 有凯博 有线系统 那么在金的部分 富邦警控 全台湾最大 另外看到的自由时报 林荣三 林荣三有联邦集团里头 有自由时报 而且台市也持股 大概是一成 那么另外 他的金的部分 当然就是联邦银行 这两个人 双方是没有问题的 股重量确实不准 所以看到这 请教牛老师 对于媒体经营者来讲 有什么差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立法来讲的话 你的立法讯息的一个一致性 意思也就是说 你的指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今天假设说 我的一个新的 一个反媒体垄断法 里面要有 媒体分离的一个概念的话 它其实就要有 回溯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过度的一个概念 或者是落日条款 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不然的话 你立法指去是断掉的 因为照理讲的话 你还有公平性的一个问题 你今天就是说 今天假设说 你的媒体分离 不硕及既往的话 在公平性上面 是很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疑虑 因为你今天会立法 订定媒体分离 就代表就是说 如果金融业 它去买媒体的话 这个可能的负面影响力 或者是对这整个社会的一些影响 它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你的立法原旨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当然脉络要一致 你现在立法后的 媒体分离 立法前的当然也要 媒体分离 那我可以透过 过度条款也好 我可以透过 所谓的一个落日条款 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要做的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如果是从业者的 一个面向来看的话 假设说现在 新力的一个 反媒体垄断法 里面会有媒体分离 如果它不硕及既往的话 如果不硕及既往的话 那现在所有 没有去买媒体的金融业 清何以堪嘛 它变成第二等的金融业 那之前立法之前 有经营媒体的那些金融业 它就变成特许里面的特权 我觉得这个落差 似乎也太大了一点吧 那第三个就是 社会观感来讲的话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媒体分离 你寄出来媒体分离 但是你又不回溯既往 你又没有过度条款 你又没有落日条款的话 一般民众会怎么解释 你这样的一个立法 你政府的一个立法 是不是帮特定的人士 做一定程度的护航 或是量身定做 这会造成社会上面 很大的一种疑虑 那所以我会觉得 国主刚刚也有拿出广告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反媒体垄断法的一个立法 其实就立法是两个字 我现在非常的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为 最近的几个法 立法出书这样的一种情况 意思也就是说立法过程很粗 然后又很疏漏 比如说从去年的那个 那个证交税的一个法案 然后证所税的一个法案 证所税的一个法案 沸沸扬扬了 吵了现在可能又要做重新修法的一个动作 前一阵子的会计法 各位会计法你一定还知道 会计法里面 第一个被质疑的是密室政治的一个概念 第二个 后来又被指称是 严清标的一个条款 第三个 有人说这个 这个法案的一个原意 主要是希望能够去帮教授 做一个解套的一个动作 可是最后呢 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最后 学校的教职员 那个教字不见了 所以你就会认为 就是说现金的一个立法 就会计法来讲的话 它也是很粗疏的一个立法 而且也没有人要负责 那再加上最近的一个 强化酒册的这样的一个条款 好 我们已经提高相关一些罚则 可是呢 又有一个漏洞 这个漏洞就是说 我可以拒绝酒册 我可以拒绝酒册 那我拒绝酒册 我只要缴九万块 我驾照被吊销三年 三年之后 我只会多零嘛 那现在立法出书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也就是所谓的立法品质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你今天反媒体垄断法 我们认为这个基本上 是不必要的一个立法 但是呢 如果这样的一个立法 被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 我认为 还是会产生立法出书 或者是立法上面的一种失灵 这样的一种情况 反而把这个局势越搞越乱 是 所以老师已经举例了 好多一个法案 从去年到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在谈的 十二年国教 不也是如此吗 一个所谓的排富条款 变变变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立法品质 老师刚刚有点 特别点到 这个反媒体垄断法 基本上在台湾 根本不需要存在 好 在那么多的传播学者 那么多的学者教授专家认为 台湾没有媒体垄断的 问题的这个时刻 为什么NCC依旧还想把 反媒体垄断法给 推了出来 那么送进立法院 但现在看到 疏漏这么样的多 眼前立刻看到就是 孤中的要买一传媒 不行 它必须美金分离 但在此之前的时候呢 哇 为什么这个蔡明忠 买了这个 有富邦金库 有某某台 有凯博 没有问题 为什么零楼山 哇 有这个自由时报 拿了台式 然后他也经营了联邦银行 在这也没有问题 台湾是一个法律 但是是两种解释吗 之前呢 算是你过关成功 那之后的呢 为什么在这都要受到 相关更加严厉的 法律的一个限制 这里的不公平 政府如何交代 就在做图例吗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好 来看零楼山的部分 零楼山呢 我们看到买自由时报 多久以前呢 1980年的4月份就买了 当时的自由时报 叫做自强日报 在1981年1月份 才改名为自由日报 后又改名为自由时报 好 这就是这个联邦集团 那么接下来 跨入金融业之后呢 不得了 媒体的一个部分 也持续在扩张 当初也想要买台式 但没有买成功 最后是用零龙帮的儿子 零红帮的名义 拥有台式 10.54%的股权 那么自由时报 也常常在他的报头 告诉大家 他是全台湾月报率 最高最高的一个媒体 所以这样的状况 请教香隆 他没有垄断的问题 所以自由时报之前 就这样过去就算了 反正那时候 法律没有限制 所以呢 现在未来 在反媒体垄断法 进行的过程当中 台湾可以出现 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即使李永三的报纸 他宣称 他的月报率 有到四成多 我仍然不认为 他构成垄断 因此就是说 在反垄断的 这件事情上面 今天在台湾的媒体的 现在的环境里面 竟然需要去讨论 反垄断的问题 它基本上面 是一个政治性的假议题 它不是实际的市场的需要 你说今天台湾的市场 根本就不存在一个 所谓的垄断与否的议题 而你今天需要去讨论 不过就只是配合 某些政治炒作 那从去年以来 所有的 有关于反垄断的议题 的发烧 你看之前 其实没有人在讨论 媒体反垄断的问题 为什么从去年开始 它不过就是跟着 反垄断的议题上来 它的整个的 整个的就是 事件发展的逻辑 是很清楚的 是以反垄断 来包装反垄断 因为它达到反垄断的目的 算是反垄断之名 以反妄中之名 来包装它反中的意图 它认为妄中 它就是中 那这个是你的 你的主观的认知的问题 是仍然跟 跟市场的秩序 运作跟偏好 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今天 当关键在NCC NCC为什么被牵着笔子走 NCC如果说 今天这些委员们 他们有自己的核心信念 说我们认为 台湾的媒体 已经有垄断的问题 我认为你就应该站出来 很明确的讲 眼前我们认为 已经有需要去制定 一个反垄断法 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所拐辖范围之内的媒体 已经有垄断的问题 你要站出来讲 不要只是顺着市场的 风向球 台湾最可怕的 就是顺着市场的风向球 就像今天我们讨论教改 在10天以前 市场上面 全部都是主张牌 牌服的声音 你听到的 通通都是主张牌服 对 一旦当今天政府 主张要牌服 说好像这顺应名义好了 我从善如流 之后突然间又发现了 一面倒的 又开始反牌服 就10天前的 绝对的对 变成10天之后 绝对的错 你基本上就不要打耳光而已 你作为一个立法者 跟一个主管机关 你要有一致性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法律 它基本上是一个 没有必要的法律 那你要定一个 又敏感又关键 又没有必要的法律的时候 请你就思考 三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 这个法律一定要有普遍性 因为它既然是 针对特许行业来的 要记得 特许行业 并不是允许你特不许 我允许你特许 但不是特不许 如果你今天的 所有的立法的精神 量身定做之后 就是特别不许 妄家妄中 特别不许 中性金控 当然就很有问题 除了这两家 被特不许之外 其他的 他就被变相了 被包庇了 成为市场上面 寄存的事实 将来市场上面 就是这两家了 只有他们可以这样做 其他的通通都不可以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不公平 所以你一定要有普遍性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有进步性 你今天这个法律进步嘛 你符合现在的 整个世界的 媒体潮流的发展的需求吗 显然是背道而驰 所以今天在讨论反总道法 最少到今天为止 我既没有看到普遍性 也没有看到进步性 更没有看到公平性 简单讲 今天NCC的委员 我假认就是 大哥 各位委员都没有政治立场 那就请这些委员们 横平的思考 当你要定一个 所谓的媒体垄断法的时候 你对于媒体的定义清楚吗 媒体的定义清楚吗 媒体的定义清楚吗 你对垄断的定义清楚吗 如果你媒体定义都讲不清楚 垄断的定义都讲不清楚 你定什么媒体垄断法呢 眼前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个法律 台湾现在的媒体 是太琐碎而不是太集中 是 好 所以江龙把这个关键的议题 都点出来了 我们今天现场学者 到目前为止 到江龙三位已经发言的 我们现场参与的贵宾 都认为台湾是没有制定 反媒体垄断法的一个必要 但现在还是要来制定 显见的我们的执政者 我们的主管机关NCC 是被舆论牵着走 那为什么要被舆论牵着走 那么既然知道 它不是一个存在 有必要性的一个法律 在接下来 这个法一旦立下去之后 创下是更加的新的恶力 台湾的新闻自由在这里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因为在这里特许中的特许 就是刚刚讲的 林荣三自由时报集团 还有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富邦集团 富邦为什么在这里 早点成立局势就没事吗 关于富邦我们说 台湾最大的金控公司就是它 讲到没金它可以双七 相信其他的金融机构 恐怕在这也是 非常的一个不以为然 我们来看看 富邦集团是在2010年的时候 正式成立的所谓的大副媒体 正式跨进来 所谓的媒体界 那么在2010年的10月29号 还正式就并购了 凯博这个系统业者 但是我们来看到 虽然当初给了它 所谓的大副条款 限制似乎当年看起来 还挺多的 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之快 2010年的7月19号 正式成立这个大副媒体 三年的期限 今年7月19号就到期 接下来富邦想干嘛 就干嘛嘛 我们带你看大副条款里头 包括一年内不得投资 其他类比卫星广播节目的 公益事业 再来三年内 这边看到不得这个控制 既有类比卫星广播电视节目的 供应事业 再来未经NCC许可 不得已设立新闻台 跟财经台 以及购物频道 三年大线即将到来 我们接下来请金兰 好 这个大线即将到来 接下来反而是一个 松绑的时刻就到来嘛 对于富邦而言 当年要不是他买下了 而且是以小吃大买下台北银行 会有今天整个富邦金控 这样的庞大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到今天可以这样立足在台湾 成为最大的金控吗 当初政府不是给了他相当多的一个 这算好处叫优惠吗 以及今天可以持续做大 连媒体的部分在这里 也在这次的法定当中 完全不规范他 你就是说 刚刚我们在讨论 媒金分离的过程当中 他确实有这个金融的部分 那我们在前一波 刚刚大家的讨论当中 他其实用的一个叫社会形象 在处理的 你看红火案上面的估重量 他是社会形象差的 他还牵扯到前朝民地党的相关的 这个很多的政治献金相关的案子 那在旺中集团的这个董事长 对于有部分人来讲 他的社会形象大概也不够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年一年有一个媒体怪兽 那个媒体怪兽就是旺中 那我要说的是 去年忙了一年 那个忙了一年就是反媒体垄断 反媒体垄断的这个社会运动当中 他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反媒体垄断法 那这个法必须要催生 否则他去年忙了一大年 那么多时间大概都浪费了 那催生的后面会不会产生问题 我们必须先质问 也就是社运团体要先来看 自由民主是一个大家基本的价值 可是你为了害怕财团 害怕资本市场的发达 这一端叫资本市场发达 财团嘛 害怕它垄断 你竟然用国家机器的手 就是NCC国家机器的手进行打压 这是不符合整个社会运动在发展当中 因为国家器手是最可怕的 但你不能用为了害怕这个小的 就引进来一个更大的怪兽来打压整个市场 这恐怕不是社会运动在发展当中必须要做 可是今天非常的矛盾 那媒体在这当中就被挤压成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刚刚讲美景两期 我必须再回过头来讲 它有没有我们看到的金融发展的过程 当然有而且它非常早 就刚刚大家看到的 2002年他就开始买了台北银行的股权 然后2005年就诟病 诟病当中到2011年 总统大选的过程当中 还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党 在这里面角力的过程当中 一个叫宇昌案 一个就是台北富邦案 富邦于次案 在2011年这里面有几个转变 一个转变是当时在反对的台北银行董事长 叫廖正景 那个是反对诟病的一个非常主力 那但是马英九市长是透过了丁于康 那时候总经理叫总经理派 进行台北富邦的一个诟病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现在也是立法委员的费红泰 那时候在市议会也是立主反对 因为他在这里面叫败家 台北银行那时候6000亿 那富邦大概只有1000亿 这个过程由于小吃大的过程当中 一直争议 争议到2011年的这个过程 选举的过程还被拿出来讲 那这个讲的过程当中 恐怕民进党也要思考一下 就是说你在质疑台北富邦 在中间吃鱼吃的过程当中 把这样子的案子拿来正当政治操作 来打总统大选的选举 现在放在这个案子上面 恐怕也要来公平对待 它确实有一个你们看到的 当初反对银行的诟病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个事情 那今天放在这个条文当中 他是不是也应该要公平的来看 他有没有这个过程 有这个过程就应该公平一致的 那我要还是回过头来讲 到底反媒体垄断在反什么 你真的觉得资本市场的这些财团 是个大怪兽 所以你必须要反他 然后你引进一个 大家长期以来 对国家机器非常害怕的 一个打压的动作 你把它引进来 然后打 打的过程当中 你还把平民媒体拿进来 通通再打 这个是进步的吗 恐怕大家都要深思熟虑去看 那媒体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到底月听人获益 那媒体工作者在这边打压 被打压成每个苦哈哈 甚至这个产业 这个行业往下再走的过程当中 这个媒体工作者 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到底在这里面谁获益 那这整个法在往下走 到底它的进步性在哪里 恐怕这些都必须要 全面性的来讨论 而不是单一的靠 因为反媒体垄断 为了反特定团体 因为它社会形象不好 因为它在发言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彩虹线 大家觉得你这样发言是不对的 所以要反它 那估中量大概社会形象也不够好 所以这一路上以来 这整套都看到 它在反对的叫社会形象的 不好的财团 是好 我们谢谢进来这段的分析 所以大家在这边 经过我们的四位来宾的分析之后 是不是能够更加理解 到底反媒体垄断法 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 大家非常努力的 要来争取到台湾的新闻自由 最怕就是政府那只黑手的伸进来 但现在呢 因为社会运动掀起了这波波澜之后 现在NCC非得要立个法 才能让事件完结 于是就把政府的黑手给拉了进来 大家愿意接受 愿意回到以前那样的新闻 黑世界的年代吗 我们待会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